刚才讲今生觉醒之雷 具体到就是叫彼岸行 彼岸就代表我们本有的涅槃 那里面有长乐我尽 是德 但是这个不容易啊 比如说我们是站在这个地方 东边 也就是此岸 现在向此岸去呢 不是那么顺利的 马上你走过来就碰到 一条大河 水很深 然后这个大河 一个是水河 一个是火河 所以我们用砍挂来表明水 用泥挂来表明火 我们说卢佛一圆了 卢佛并佛 我们都是把卢佛文化 都能够融合进去 这个周易的佛号 是我们中国鲁家文化的佛号 中间一条白道 当这个寻求精神解脱 之人走到这个时候 马上这个障碍来了 那个这障碍实际上 也是我们自心烦恼的呈现 水河代表我们内心的贪欲 火河代表我们内心的沉灰 贪成痴吗 贪欲 沉灰才掀起我们无名的愚痴吗 什么叫无名 无就是没有的意思 没有妙觉之名 就叫无名 那这个 这一挡住 如果你没有意志力的话 就觉得 哇 这条路走不通啊 就想往回去 就叫退转 但是这时候 你已经没有选择了 后面有冤亲寨主 拿着刀来砍你 找你报仇 然后他就后面 他就向旁边走 旁边呢 这个毒石啊 猛兽啊 蝎子啊 也给你过来包仇了 三面包仇 这时候他很紧张 很恐惧 他就想中间有一条白道 四到五寸的白道 他就想 是不是循着这个白道走 但这个白道呢 很危险 有水会进过来 有火会烧过来 那一旦这个又那么窄 如果稍微不小心 就掉到河里去 那就无复挨栽了 无可救越了 所以他的信心不是很足 但是退又没办法退 静又很恐惧 这时候就需要外地的帮助了 佛 刚才讲一种观了 观的力量 二六四中都在观察我等众生 就是在我们众生 最迷茫 最恐惧 最无助的时候 佛 以他的观力 慈悲观力 发出一种声音 释迦摩尼佛的声音 来发前众生 说你 放心大胆地走上去 这个 不会有危险 你住下来 必死无疑 就劝他 就劝他 走上这个白岛 好 他就 就有点勇气了 同时 彼岸发出一种 慈悲的声音 来摄受他 你不要害怕 你只要走在白岛上 我就能够保护你 不会让你掉到河里去 这是阿弥陀佛 在彼岸十节的呼唤 叫回来吧 这里就发前 那里就摄受 于是这个行人 就有底气了 就走在这个白岛上 什么叫走在白岛上 信愿念 拿摩阿弥陀佛上 阿弥陀佛名号 就走上了这条白岛 因为白岛的距离 并不宽 只有一百米 一百米代表 尽我们一生 一百年的寿命 是能走过去的 他就走在这个白岛上 这一走上去 那些后面的冤亲寨主 乍青含笑 就诱惑他 哎呀你不能往上面走啊 那很危险啊 你回来吧 我们都是你的亲人 我们不会爱你 我会怎么 那这时候 这个行人不再受骗了 吴梁杰以前就是 被这些人骗了 退转退转的又轮回了 这次再也不走 回头路了 勇往直前 往前走 一走到彼岸 就有诸菩萨来迎接 终于你回来了 我们再迎接你 于是 与诸上善人 聚会一处 庆快贫生 好 南无阿弥陀佛 谢谢